产后三个月同房后出血是怎么回事 第单西安市第四医院 妇女保健中心 副主任医师 产后尤其前几次或者头次的这种同房 常常会出现出血的情况 这要根据出血的量来判定 如果是少量的出血 那么有可能是什么呢 因为产后这个女性的体内的雌韵激素水平都偏低 那么阴道黏膜呢 非常的脆 也非常的菲薄 那么第一次或者前几次的这种同房 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呢 有可能造成阴道黏膜或者灰阴黏膜的这种擦伤 出现少量的出血 还有一种情况要排除这个宫颈的病变 比如说有没有宫颈的肿瘤 宫颈的糜烂 导致了同房后的出血 再有呢 还有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 比如说合并有子宫内膜的黏膜下的膝肉 或者是小的肌瘤 这些都是需要逐一排查的 专家提示 一 产后前几次 或者头次的同房 常会出现出血情况 具体原因要根据出血量判定 二 少量出血 可能是阴道黏膜 或会因黏膜擦伤 三 宫颈的病变如宫颈肿瘤 泥烂也可能导致同房后出血 四 子宫内膜病变 如子宫内膜黏膜下膝肉或小的肌瘤 也可能造成出血